青埔小貓是一千老師留言 請我在青埔看能不能畫一隻貓的圖形出來 真的運氣很好 就畫出來了 但是很難騎 畫很簡單 騎很難 今天本來是要來探路的 結果發現這個障礙還不少 既然都通過障礙就一口氣把它騎完吧 好 今天會把它完成的 加油 這次是我第二次來這裡探路 應該是在上面走過去吧 我們上來這個皮塘 因為 剛才是來探路發現 這裡好像過不了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路可以直接下去 我畫的這個貓 他的貓腳彎彎的很可愛 如果這裡下不了的話 隻貓就沒有那麼可愛了 哇 哎呀 真的很陡耶 沒有路可以下去 而且 堆滿了 廢土 我本來要放棄了 結果往後走 發現 旁邊就有樓梯 在我的右手邊 我剛剛經過居然沒有看到 哈哈 現在有救了 現在有救了 有路是有路 但是 遇到河流了 怎麼過河啊 天啊 跳過去嗎 我們突破盲場了 小心走路 耶 這樣貓腳就出來了 太好了 而且 前面還是 水無路耶 要繞回來 要往右轉 不然呢 母貓就變公貓了 哇 蛤 又變成 off road了 還是試一下好了 因為 沒有走 也不知道有沒有路 前面好像有個橋耶 所以 今天就蠻奇怪吧 欸已經有種東西了 我們還是走上來 橋中 今天還長了一棵把蠟樹 很可能 我們這樣爬上去 還是沒有 爬一下車 爬上來 1 1 3 他上來 是爬上來了 但是 只看到蠟蠟樹 好 路會不會在那個車子那邊 真的從這邊 走出來 你看 這個好漂亮的道路 S型 S型 手機也快沒電了 不知道能不能騎得完耶 有沒有趕路吃了 都跟在跟雲地後面耶 貓的眼睛 有路有路 有路 這裡過 這裡過 小心 出來了 從這裡 從這裡 撒出來 太感動了 我們終於要完成了 哦 好 好 這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